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球一个高难度的低手上来打进 广东建立起领先优势 但亚当斯站出来 过半场借助队友挡拆 拔起来就是三分环衣颜色 帮助新疆紧要比分 接着 替补上场的里根成为关键人物 他在低位依靠身体优势 一个转身杀入篮下 打成二加一 被球队把落后的分叉直接追了回来 无楼偏逢延夜雨 周鹏进攻惨遭新疆大外援立马写冒 反击之中 里根再次送出追身三分好戏 新疆在手军末端打出进攻潮 直接反超比分 来到第二节的双外援时间 亚当斯吸引毛江助攻立马在篮下爆扣得手 随后广东又是传球出现了问题 被亚当斯妙手空空反击上篮 眼看广东要凉 一剑连终于出手了 同球到篮下送出一个挂框中扣 为球队支血 可是新疆的外援立马实在太横 他的前者篮板让广东全队苦不堪言 始终没有解决办法 比赛进入下半场 里根延续了火而手感 在外线再中一个三分 新疆始终保持着七到八分的优势 此时 被立马压制大门场的尼克尔森硬了起来 强行拿下前者篮板爆扣 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最后 周鹏又在外线吸引了爆炸 助攻篮下的阿联打进 广东在第三节一度打出强劲的追分势头 不过新疆的里根可不答应 他的火热手感成为新疆第三节的进攻保障 为球队稳住领先优势 但是亚当斯大疑了 突破上篮被吉克逊迎投一个钉板大帽伺候 广东反击之后 第一脚的周鹏再中三分 分差又一次被逼近 来到第四节 里根又想利用身体强吃篮下 结果吃了一口火锅底料 广东趁势打出反击 利用快速转移找到了机会 低脚的杨金蒙三分稳稳命中 广东一度反超比分 但是新疆毕竟是新疆 亚当斯毕竟是亚当斯 一个超远三分将局势再次掌控在手中 比赛不知不觉来到最后的三分钟 隐身一整场的希尔利江成为骑兵 他外线面对防守 一个强头三分命中 把广东直接逼到了悬崖边上 最后时刻 广东虽然努力追分 却打不破新疆的防守 伴随着亚当斯最后几秒罚球稳稳命中 新疆在主场 104比96 尖南战胜广东 一截连27分12篮板 亚当斯拿下全场最高的38分 腾讯局综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是个 jedem杨茜茜茜ни